這款是我之前提及過 組裝後不知為何做到的模型 大家都知道我的Facebook是遮蓋了 所以開了VV 現在很多人都說要開這個 我暫時先開了VV 我知道還有其他的 先開著一個先頂住 最初組裝完MZ-EX 這裏有些時間 不如試試試拍到HG簡單 怎知組裝一下 開始沒心機 接著就改組這個白色懷 白色懷很好,整個骨架砌好了 這裏真的 我都不知說什麼好 它是否不好,很差又不是 很好又不是 最初我開出來都沒有什麼 打算剪掉所有件事先噴掉 剪掉藍、紅、黃、灰 噴掉它 噴掉它便會滑�oden 但是我已經覺得 嘗因為這裏好像 好像 很簡單過濃 接著不理 打算剪掉白色一件 接著把它砌出來 但我看到噴掉了這麼多件 就不如先把它砌一點紅藍 因為腰的身體 可以先把它砌紅藍 我一砌的時候 有些火菌, 因為它要用舊的PC 件 可能要遷就 PC 件的設計 可能 PC 件已經避免了很久 PC 的波子是大於膠件的吸 一吸下去, 身體是像批皮一樣的 因為它的位置很怪, 已經有少許花 我已經即時, 搞甚麼? 我即時沒有心機 我再看一看這東西 我發覺, 它的膠蓋出來 在未拆膠袋, 覺得不錯 你一拆膠袋, 你會發覺 它有軟的膠, 但軟的沒關係 這些軟的膠, 沒關係, 大家都是軟的 但它不軟的膠, 例如紅白藍那些 一拆膠袋出來看, 發覺很便宜 即是比一般砌的, 例如砌40周年渣古 GTO那些, 更便宜 我已經打了個凸 這東西是否真的便宜得這麼厲害呢? 我看見這東西好像不太佬禮 所以我後來就算了, 白色不噴 全都切出來, 光碰它就算了 紅藍我都滲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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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滲 其實我覺得它的外形是漂亮的 它的機械設計都OK, 它的外形都漂亮 但問題是, 我不知道為何它會做到這麼簡單 雖然它是一隻HG, 我明白 但它這個設計, 其實你應該多分一些件 它的層次才會出來, 因為它有很多高低、疊 如果一件一件就算了, 層次是低了 你要砌得漂亮, 要做多很多事情 可能有些位置要刻出一條線 有些位置要更漂亮, 要面對它 就變得相當麻煩 你要砌得漂亮, 要付出不成比例 而且我砌的時候, 我覺得這東西 就是負責畫圖的那位歌仔 其實是否它都沒有太多心機呢 總是覺得有些好像傻傻地做 不知是否因為這樣呢 聽你們說這隻是通反 接著它變得暈眩, 所以它的盒是彩色的 我懷疑是否因為這個原因 它們自己都覺得好像沒有太多信心 不如它暈眩吧 我覺得浪費了, 其實這個外形 你出MG就很漂亮 或者你出RG也很漂亮 不過RG它不會出的 HG呢, 我覺得你又不可以怪它 因為它要跟回成本 但是我砌的時候 我真的無心機 我又不想怪這副模型 我自己都沒有耐性 一遇到少少問題, 我要問頭 我就想, 哎喲, 怎麼會這樣呢 那我就不想砌 所以最後呢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噴了少少, 滲了少少線 我也有滲線的, 我可以先滲啡線 藍色也有滲線的 但是呢, 最後呢 是完成不了 因為你這樣噴, 其實不漂亮 你噴完都不漂亮 你要做一些花巧一點的東西 可能舊化一下, 出了一點粉 甚至噴一下陰影 這樣它才會來 我又不想花那麼多時間 所以就搞到這樣 今次呢, 又不可以怪這副模型 最主要都是我 太容易就沒有心機去搞 因為你都不能夠期待每一隻HG 都是GTO高達和四十九年渣故 那些那麼厲害的, 那些不可能 我都希望它可以出到一個MG 這隻如果出MG 你分一些件, 分一些層次 真的很漂亮 不過這個系列我絕對是不會再買的 因為呢, 真是過分地簡單 就是你砌得它漂亮 你要付出的努力實在太大了 你要見到呢, 我就買了一些Wing再版 沒錯, 四小強加這個拖魯傑斯 我也是買的 有些我一向都想砌 有些是錯誤了 有些懷念也是, 不差再買賣 拖魯傑斯3, 其實是不差再買賣那一隻 就是懷念四小強都砌 沒理由不買一隻MG拖魯傑斯 不過這隻是沒那麼快砌的, 先排隊 還有我看一些圖, 它似乎是 它似乎是 頭是小到離譜那種 神龍這隻是大刀版 其實我又訂了那隻綠色的 因為兩隻我都很喜歡 最初它推出的時候 我看到設定, 我都覺得很漂亮 但那時候我好像是 我好像是未做Youtube 噴筆都未買 那時候也不知道在哪裡買 脫了折 所以沒有訂購 後來, 現在看到載版 當然要買回來 兩隻我都覺得很棒 我為了齊套, 我都訂了一隻重炮 因為它有兩隻重炮都載版 我訂了一隻 我覺得比較漂亮一點 我忘記哪一隻 其實兩隻都不太漂亮 看看這個, 神龍高達 其實很奇怪 派貨, 一天派一隻 一天派一隻 這些一次過倒了 為什麼不是一次過給我呢 水貼還有神龍 沒得頂 這隻的顏色是很鮮的 真是鮮到爆 這個, 裡面這些 關節應該全部 我想, 應該全部都是共用 這個就是ABS 不是林比比特膠 是ABS 你想想這隻, 我想到 是不是應該很久日子呢 如果不是, 它不會 如果不是, 它不會用ABS 它只是 新追加的件 它有機會用林比比特膠 不過這筆刀看來不是 都是硬的 砌起來 砌起來應該很簡單 因為上一次 那隻死神 都是很簡單 大家都是逐共用件 這個封面不漂亮 不要緊 這些也是, 希望 盡快可以砌 因為現在開始 真是堆是不行的 我開始 第一次 我開始應該要扔一下東西 將一些很舊的模型 擺到殘滅 是應該要扔掉 另外, 有些鬆脖脖脖脖脖的玩具 都應該要扔掉 其實我不是扔過一次 我扔過很多次 看來要再進行一次 要不然這樣堆發 真是不行 先說一下這個Wing的進度 一個weekend 真是厲害 今次砌這個Wing 我是充滿著挫折 很慘 但是呢 進度是超快的 因為它簡單 它簡單到就好像這些 舊的那些 幾乎到這些那麼簡單 可能複雜一點點 其實真的很簡單 所以進度很快 一個weekend 即是上個weekend 如果你計算這條影片出的時候 上個weekend 其實我已經 身、肩、手 已經搞定了 噴了、貼了東西 組裝起來了 不過中間真的出現了很多慘況 到時候先跟大家說 我想這個weekend 應該 腳、裙、頭 應該都可以 只剩下槍和翼 其實最複雜的地方 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身、肩頭和手 腳很輕 腳 我看過說明書 基本上 把骨架組裝出來都可以 翼是簡單 但是噴油是比較麻煩 因為你又不想貼這麼多層 那些 但是進度是非常極之理想 另外一件事就是PG高達 我覺得很奇怪 Bandai到現在還未更新的網站 究竟是幾天發售 整個12月的模型 它完全沒有更新 通常是不會的 那現在真是怎樣 是否真的 是否突然發售 還是這兩個星期買呢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星期買的可能性 是非常之高 因為你看它 Bandai的網頁牌 去排那個次序 PG是排第一的 我懷疑有機會 可能是10號發售 即下個星期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突然間 今個星期 應該不會了吧 但是你說去到月尾呢 月尾已經是放假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會去到聖誕才買的 這個真的很麻煩 令我對於我這些訂不到的人 是極度困擾 另外我亦施重支 是扣入定一雙Steam的卡 因為Cyberpunk 12月10號便出 所以先買定 到時慘了 哪有這麼多時間 哈哈哈哈哈哈 今次這條片 你們就當作是一個 進度報告 閒談片 是閒談 不是閒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開一個MIV 不妨就加我 未訂閱的話 希望可以繼續幫忙訂閱 幫忙 幫忙看一下廣告 因為10月真的很需要大家看廣告 不是真的很麻煩 我們今次就來到這裡